父母在孩子心中 小时候是天 总觉得妈妈什么事情都知晓 而爸爸又特别有力量 父母就像两座大山 处理在那里让我们心里充满安全感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两座山不再为暗 他们在我们面前变得小心翼翼 许多是不敢问话 不再敢大声说 小时候作业不会写 爸妈会非常生气地说 这都不会 上课干嘛去了 而现在反过来了 当父母因为一件极其简单的事 反复问我们时 我们总是很不耐烦 告诉你多少次了 怎么还是不会啊 而他们也只是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 或者难过或者默默地不再吭声 他们变得越来越弱势 前段时间 一部很火的电视剧 幸福一家人 电视剧里一个片段 看哭很多人 儿子结婚后要和家人断绝关系 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结果 这位儿子是医生 医院里很多人实力都比他差 可那些人却能靠着父母平步清云 而自己的父亲只是个卖面的老板 儿子怒吼着斥责父亲 每天只会问乐不乐 却不能在事业上拉自己一把 父亲听到儿子的控诉后 愧疚得气不成声 满头白发的他 对儿子鞠了个躬 对不起 我没本事 让你受委屈了 父亲不但没有指责儿子的不孝 反而愧疚自己无能 这一幕看了让人心酸 也是现在很多家庭的缩影 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孩子 埋怨父母没本事 不能让自己飞黄腾达 仅一遇事的父母只有少数 普天之下 更多的是普通的父母 做着普通的工作 但是为了孩子的口中饭 神上一 他们却倾其所有 这些自认为很有本事的孩子 不能理解 他们认为没价值的东西 其实却是父母的一生 有人说真正的成熟与年龄无关 而是从原谅父母的不完美开始 父母也许很平凡 尤其是我们成年后 他们在经济和事业上能帮到我们的更少 随着我们的成长 父母的眼界和观点可能也与我们格格不入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如果因此而嫌弃和不耐烦 那些无法与父母和解的孩子 自己的日子也过得不舒畅 因为父母是跟 跟资养不好 花果就很难胜放 笑惊云 笑涕之志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孝顺就是顺应父母的需求 只有顺从达到了极致 就可以通达于神明 光照于天下 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应相通 做任何事情都能成 所以 越孝顺的人生越顺畅 有句话老话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所有的父母都会犯错 他们有时迂腐 有时太严厉 很固执 年轻时工作太忙 很少陪伴你 读书不多 不懂教育 观念守旧等等 但谁又是完美的呢 生两只恩大于天 宽容父母的过错 原谅他们的不完美 是人最基本的德行 弟子归零说 亲爱我 小和男 亲增我 孝方贤 父母爱我们 孝顺是天经地义的事 父母爱我们的方式不对 做得不够好时 儿女还孝顺 才是儿女真正的德行 怎样善待父母 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人生功课 因为父母存在的价值 绝不是他们能留给我们多少财富 前段时间 高压林在 《我家那闺女》节目里 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初纹不明其意 细思深感悲凉 父母还在 不管你是30岁还是60岁 都觉得死亡离我们很遥远 父母归去 我们就成了孤儿了 父母 给予我们生命的起点 却无法陪伴我们 走向人生的终点 这是人生最大的悲伤 有一天 当你回到家里 叫一声爸妈 空荡荡的房间里 再无人回应 那时才感受到 有人唠叨 有人烦我们 在我们做错事时 有人打骂我们 是多大的福气啊 如果你曾经在医院的重症手术 是前彻夜守候过 如果你参加过亲朋好友的追悼会 如果你感受过在灾难面前生命的脆弱 就能深刻的体会到父母和家的全部意义 做儿女的 不管地位多高官多大多有钱 请不要把最差的脾气留给父母 他们也许没本事 是因为他们把本事给了你 孝顺父母 五不择 做儿女的请多一点耐心 一 不埋怨父母的无能 不要去抱怨 你应该是怎么样的父母 而是提醒自己 我应该做怎样的儿女 二 不嫌弃父母的说 有一种幸福叫父母健在 有一天没有了这些说 你一定会很想他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后悔 三 不抱怨父母的抱怨 爱之身则之切 你过得不好 父母比谁都心疼 他抱怨那你 是因为爱 电视剧 你 四 不抱怨父母的迟缓 人最可怕的恶便是不懂感恩 小时候我们使妙都要靠父母 现在父母老了 是自然规律 不要嫌弃他磨磨蹭蹭 不如以前了 五 不嫌弃生病的父母 生老病死 注定是人无法躲避的自然规律 父母小时候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 现在该孩子了 还有机会伺候和孝顺 父母是孩子最大的福报 为什么父母越老在孩子面前越弱 不再敢大声说话 不敢有自己的想法 总是语言又止 是因为我们变了 变得很没有耐心 心里还有点看不起他们 在伤害他们无数次之后 父母终于变成了一只小心翼翼的四位 世间最悲凉的事情莫过于 寒心如苦伴女养大 白发苍苍之际 却在儿女面前还要小心翼翼 摆善笑未先 许多人内心爱父母 但嘴上却很硬 不经意坚久伤害了老人的心 孝顺父母 先从何言悦色 好好说话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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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